多乐故事 狗狗和淘气的猫咪 咕咕咕 抓到了 这样垃圾桶就知道市长是老大了 市长什么时候变成青道夫了 那是因为我们冒险湾已经进入最干净小镇的决赛了 哼 目的是我们每年都是最干净小镇比赛的第一名 今年也一样会赢 今年那个奖杯会是我们的 呱呱呱呱呱呱呱 哦 哦 一块小的垃圾是阻止不了我们的 垃圾可能阻止不了你 但是我的好朋友猫咪会呀 他的专长就是很会使坏 哈哈哈哈 哦 哦 这个怎么办呢 这是个大灾难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呱呱呱呱呱呱 你说的对 去找汪汪队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汪汪队的其他成员们都在花园里开心的玩耍 只有毛毛不在 这时毛毛走了过来 狗狗们 刚才我接到了谷威市长的电话 谷威市长遇到了麻烦 大街上有很多的垃圾 我们要赶紧过去清扫 是的 我们要赶紧过去帮他清洁垃圾 因为现在 谷威市长正在平脆干净的小镇 是的 我们赶紧过去吧 哦 谢谢你们汪汪队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多垃圾 放心吧 谷威市长 我们一定帮你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小莉把果皮捡起来扔到了垃圾桶 天天把饮料瓶捡起来扔到了垃圾桶 露玛把纸穴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毛毛把塑料纸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灰灰把被折断的木棍也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阿琪把倒在地上的小树扶了起来 通过旺旺队的努力 这里又变成了干干净净的地方 我知道是谁在搞鬼弄的垃圾了 谁 是海丁娜市长和他那只猫咪捡的鬼 可是海丁娜市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知道了 因为海丁娜市长和古威市长他们正在被上级领导贫选最干净的小镇 估计是这样所以才会有海丁娜市长捣乱的事情 我们现在去找海丁娜市长说个明白 海丁娜市长正在他的院子里教他的猫咪怎么搞破坏 这时汪汪队来了 哎呀 欢迎汪汪队来我家做客 海丁娜市长您好 我们查到路上的垃圾就是您和您的猫咪捣的鬼 您能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哦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因为我和古威市长正在被评论最干净的小镇 古威市长连续拿了好几届最干净的小镇称号了 我一次也没有拿过 所以 所以您就和您的猫咪搞破坏是吗 海丁娜市长 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您不能这样做 因为大家都要团结 上一次古威市长还救了您 所以更不应该这样做了 旺旺队们你一言我一语 都说起了海丁娜市长 海丁娜市长知道了自己错了 海丁娜市长 这样吧 现在您和我们一起去找古威市长说清楚吧 我想古威市长他会原谅您的 是呀 海丁娜市长 走吧 市长 好的 走 我们一起去 古威市长正在家门口浇花 古威市长 您看谁来了 哦 海丁娜市长 您好 您怎么来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 是的 古威市长 对不起 垃圾是我让我的猫咪捣的鬼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现在前来给您道歉 希望得到您的原谅 没事的 没事的 因为我有我的好朋友们 旺旺队 没有我们旺旺队做不到的 是的 谢谢旺旺队的狗狗们 从此以后 海丁娜市长再也没有和他的猫咪捣过鬼了 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海丁娜市长